文聖斯佑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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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什麼感想回去不停留意? 我們站前一點 因為臉會變粉紅色 這個位置也可以 你剛才也一直在看 不是,我看到夏伯黎要出去做那些閉幕電,剛剛最後在發瘋之前進來 有沒有什麼想同意? 多謝大家,因為我很擔心是… 是,對不起 我很擔心是全場都沒有人會笑的時候會怎樣 剛才看到夏伯黎的時候,我都見有人會笑,我就安心了 如果不是,我真的直接回上午睡覺 下一場就不在了 不如說說你拍這個電影是眾籌的,是嗎? 大部分都要找很多不同的資格 我想,我不可以叫眾籌的 但是,有前後接近三十個我的朋友 夾了都…夾了百萬 令這次可以有一個… 是的,是的 這部電影超過三分一的預算是來自我那二十幾三十個朋友 這個都可以是一個創造的出路 比之前可能只找回投資方 都是,因為我其實…其實我第三套啦 其實我頭兩套都是這樣 是的,只不過就是越來越…比例越來越大 就是朋友的比例 是的 證明大家越來越相信你 是的,真的不要跟我做朋友 真的小心 那你講一下你怎樣找這幾個地方 相信應該…都會考慮成,應該還有多些選擇嗎? 最初最初那個故事大光是七個地方 七個女主角,七個地方 那去完第一次看景是我和仔片 還有…我的手已經知道了 是的,看完之後就… 他們兩個就說… 你手手吧 就是…七個太多了 不需要的 是的,五個救活了 那其中一個南亞島的他們是… 就是超級反對 因為那裡是南亞島其中一個最偏僻的地方 那運氣才入去都是一個大問題 那當然最後其實入梅子林都很大劑 就是…我們… 我們成功人是兩天一夜在裡面熟營 又玩熟營 那不如再說多一點點 你們每個地方拍攝的那些難處 以及譬如那些機器 等等怎樣找到 你要一早計劃好 然後再…那些運送過程 其實最難是梅子林的 不單止是運氣才 因為你看到梅子林裡面 他們睡覺二樓 本來是什麼都沒有 就是靠近床 那裡面所有東西都是… 我們未熟營的了 那…外面吉樹林 旁邊有個… 就是兒童攀塔架的那個位置 其實本來也是什麼都沒有 就是你看到的所有東西都是… 那那個村子夜晚是黑色午夜來的 那你也看到… 你也看到後邊那些… 那些村子和夜晚 那是因為我們帶了應該六十支光盆進去 那些光盆是充電 USB充電 那其實所有物資美術組 是分了五次運進去 成了十二月 就是我們一邊拍的時候 他們一有空就運進去 那… 我們是去年十二月二十八、二十九號 進去宿營兩夜一夜 但是我和燈光組是二十七號 就進去半夜了 那… 那… 就是… 燈光小英組是推到… 就是推… 由麗芝火碼頭推《義決文賞》 去梅子林 是… 我想推了一個小時吧 拍之前都想到的 應該是嗎 嗯… 拍之前想到的 是的 但是… 都比想像之中再複雜了 譬如我們走 兩夜結束了 走 那天是很大浪 那我們乘是十個人坐的一隻船 那船家說不行 那麼大浪 我們操不上你們 一定要大一點的船 那… 是臨時要叫一隻一百人的船 那裡就… 無緣無故是幾萬元 但是問題是不走 等沒那麼大浪 等多一天 那… 一樣要被人工而已 是的 即是有很多… 去到那些地方有很多突發的… 奇形,怪狀的事出現 天氣會不會都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尤其是你那麼多室外 或者不同的山加拉的地方 那就是要多謝天文台 天文台是OK準的 就是OK準 雖然風球那些就不要說 就是正常 譬如下巴黎那場 其實我們是有想過 我們不是去下巴黎拍的 就是現在有些技術是可以做到後頭蛇的 就是後頭蛇 我們去了下巴黎已經拍了日落 後頭蛇的日落 他們兩個在廠裡拍 但是後來我們 我們真的打算拍那天 我們看九日預告 那是好天氣了 那大家就覺得 就是導演組覺得 搏一搏 那天就好天氣了 那當然下巴黎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下巴黎好天氣的時候 就是全香港的人都會進去拍日落 那我們看景的時候 已經是離開的時候 塞了兩小時 那剛才張文家就說 我們那天拍完之後 我們是拍二十分鐘 因為他日落只有二十分鐘 但是濕了幾分鐘 才可以離開到樓樓山 那拍整套戲 花的時間 最多應該就是交通時間 交通啊 交通費 是啊 是啊 但是我們的好處就是 我們的 crew很小 就是我們是二十幾個人 就是一般國產片 我想是一半 所以我們就叫做 就是靈活一點 我一直擔心 你們覺得那個位置是不好笑的 我都猜到了 那我就可以走了 我猜不到的 是 多謝你先 其實我猜到的 我猜不到 不過你真是很厚度 是 其實導演上兩套我都有看的 很多謝 集中是中環 廣島北 我其實沒有看過這套戲 想拍的背景 是 可能你回答很多次 不過都想問 為什麼會想起這個山卡 這個故事呢 雖然陳志遠做事應 可能他周圍帶大家周圍去 這個很IN 是 究竟是 你是想到去到很遠 所以就 跟Walk in Hong Kong 想到一些事情 還是 你因為去了 可能搞了一些事情 於是想到 搞了一些事情 不同的地方 你都想大家去 而 想彈出一套這樣的戲 是 剛剛這位觀眾是很IN的 在余香認同 陳家琦 他們吃了一頓飯 第一頓飯 就是叫他刮割那頓飯 過來STOP他們拖手 那個經理 那個部長 其實是 活現香港 活現香港的老闆 那麼 活現香港是有投資的 是的 證明在疫情之下 做旅遊 是還有錢賺 還可以投資電影 是的 如果有人告訴你 是的 我做旅遊 死了 其實他應該去找陳志願 聊聊 好 如果屬我的人知道 其實我住 我住 我住長洲的 住長洲的 那麼 我很多時候 和太太一隻 我監製 回家的時候 就會見到一些很痴纏的戀人 就是在長洲 那麼通常就會是 就是另外一半 就是在長洲住 是的 那麼另外一半就送到碼頭就算了 是的 那麼我就經常說 怎麼不送法去呢 怎麼搞錯啊 這樣 那麼我相信我就想 啊 是不是就是 就是 拍過這樣的故事 就是送到他進去 是的 那個女朋友或者男朋友 住到山卡拉麥園 是挺好笑的 這件事 那麼而我之前 拍過一條短片 跟林志永導演 那麼就 叫做四乘四 那麼我在那個短片裡 學了一件事 就是 其實我可以把 就是這個好笑的點子 就是 把它multiply 是的 那麼我就 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送得很遠 送到很遠 我就乘七了 是的 那麼就給我的crew制止 現在就乘五了 所以就是這樣 是的 其實不難想的 其實就是 就是你想想 我想大部分人都知道 下巴黎 就是很漂亮 但是很遠的 是的 就是這些是很容易 就會想到出來的 那麼當然 梅芝林 我之前 我是做research的 是的 那麼 這裡也在座有 梅芝林的村長在這裡 曾玉安村長 是的 那麼我很多謝 很多謝很多謝曾玉安村長 是非常之supportive 非常之支持 我們進去裡面拍 是的 多謝曾玉安村長 那曾天長得跟的呢 就是國區區議會的 羅庭德議員 是的 我也都非常之多謝 是的 是這套議員在這裡 很難得是鄉事派 是的 還有另外一派呢 都是橙的 是的 很少有在香港會發生這些事 Amy Sir 想問一下為什麼會選擇 河嶺呢 即是地點其實選得很好 即是這麼巧 現在正在建張溫澳南田隧道 難得的就是有很多小的細節 其實你都很細節 即是例如聖賢和聖寶錄的一個細節 不過呢 想跟進一下 如果你正式版出街的時候 麻煩呢 聖賢以前的校舍在南田安田街屬一號 謝謝 這位朋友是讀聖賢的 是的 所以他很要意正式的事情 那為什麼茶果嶺 茶果嶺 因為好像裡面說 即是Sam虛以前有一首歌 是的 就是追求三寶谷 就是家裡住在茶果嶺 那我從小到大都覺得茶果嶺很遠 那當然有了地鐵之後 你會發現原來他是來港城隔離而已 是的 但是有很多人都會不知道 都會覺得這是什麼 茶果嶺 還有茶果嶺那裡是村屋 那裡是有趣的 那另外一個 因為你們的人物設定 岑家琦除了他讀中大外 他一輩子都是在東九龍的 是的 所以我想要找一個村的時候 我很容易就想到找茶果嶺 還有我的製片 是我學生來的 他當年畢業作品 就是在這個冰室 拍他的畢業作 所以我很清楚知道 他一定可以 我再問他再多一次 是的 即是我寫劇本的時候 我已經寫劇本這個景 一定不會掉湯 一定不會貴 是的 這個很重要 就是做寫劇本的事情 就是不是亂來的 有沒有一些景 你是談不到的 就是想著寫 或者分享一下 有 其實你看到很難得 就是我們某程度上是偷雞的 你看到阿蘇麗珊再出場的時候 在綠頸再出場的時候 綠頸的場戲其實是想在沙頭角拍攝的 那就是 他議會出動 跟著沙頭角鄉市委員會都出動 都拿不到 是的 警察都不看 是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是的 其實這些問題是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所以就沒有帶演員進去拍攝 但是我們進去看兩三次景 是的 我也很印象深刻 就是沙頭角鄉市委員會的主席 是請我們吃九大鬼的 有一天下午進去 是的 在中英街旁 是的 我們進去的時候 就砸砸砸砸砸砸砸 所以你就看到那幾個 就是我們叫吉鏡 是的 我們拍了那幾鏡 就放了下去 我想問這套戲為什麼 用很多流行曲去串連一些 氣氛 很多歌 那套戲裡面 我沒有找過第一場 就有人問這個問題 這套戲 基本上是沒有陪樂的 是沒有陪樂 你至少看不到有個title 就是陪樂 陪樂那個人 因為是沒有陪樂那個人 我們找了十幾首歌 那些歌全部都是香港Indie的 就是獨立音樂那邊的 已經release了的 出了的歌 是的 因為我覺得 我們香港獨立音樂 其實有很多很出色的作品 但是是年輕的那一輩 才會聽 也都受到的recognition 不高 我不覺得我們香港的獨立音樂 比我們香港的所謂主流音樂差 是的 那我很想給到機會給大家 謝謝 那唯一 唯一真的在他去到有出現 好像類似配樂的 譬如Opening 譬如長洲 船河的montage 兩段音樂和一段音樂 來的 其實是我們的主題曲 就是我們的主題曲 是真的作的 真的沒有擺到一首歌 但是就變成了音樂 其實出了三次 Opening出了一次 船河出了一次 還有 什麼就是後 他們在餐廳裡 餐廳的背景音樂 都是用那段音樂的 除了這三個情況之外 其實整套戲都沒有任何配樂 感受歡迎你們 Hello 大家好 多謝你們 多謝 好 先介紹我自己 OK OK 好 大家好 我是珈琦 陳嘉琦 我是Rachel 梁甘廷 我是Hannah 我是Jennifer 余香瑩 我是Tishco 張文佳 大家好 我是蕭麗 三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陳真明真人 大家好 我是王一豪 還有一個 阿惠琳在這裡 阿惠琳在這裡 阿惠琳在金馬提名 他現在在台灣隔離 趁這個機會看看觀眾 會不會有其他問題 或者分享 想跟大家聊一下 那不如我請各位演員說一下 就是 今次合作的感覺是怎樣 今次的合作 嗯 辛苦 因為 因為 導演是 極力要求一定要去 真實的地方 所以走那個山 真的走了一個小時才拍的 但是 我又覺得 很棒 因為 如果不是拍戲 真的不會這樣自己走去這些地方 但是其實我覺得 香港是真的有很多地方都很漂亮 很值得大家周圍去一下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件很開心的事來的 多謝導演 今次找我和這麼多位美女一起合作 還有 亦都給我這個機會 令我又認識多了香港的一些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 我是第一次聽的 譬如 呃 呃 所以我覺得 香港電影就是這樣 挺好的 你說 拍多一點 好嗎 好 謝謝 謝謝 因為其實我們是未看過電影的 但是在拍攝的過程裡面 我就會覺得 很開心 因為我本身是 很期待去演外情片 然後 我以前和沈家琪有拍過一次 鮮浪潮的短片 然後又可以和她在一起 那 哦 不是 人家結了婚了 那就是 是 我是第一次 是 有人找我拍一些比較輕鬆的電影 然後還可以和沈家琪對戲 我很開心 因為我 之前有和家琪做過的 但是一直都沒有試過做一些 可能是 兩個主要的角色 那這次是挺開心的 還有去 梅子林也是第一次去 我覺得導演很好就是 其實戲裡面有很多 事件都是真實在梅子林裡面發生 也都存在 就是可能有駐場藝術家 發哥發嫂也真的在那裡 煮東西給我們 我們記得 那時候他們去拍是最冷的那幾天 然後就在梅子林旁邊那裡 走15分鐘路的一個叫做 那裡叫什麼 是的 隔堂 然後呢 就住了兩天一夜 是挺難忘的 因為沒試過拍電影要專門 真的在香港都去了一個地方 完全沒去過 但是有一個很好的環境 住了一晚 那我就是 城壁村 其實我之前都沒聽過城壁村 但是我們拍試過地點 其實沒有真的進去 我沒有真的進去 我就在長洲 那很深刻就是有一天講美班船 真的沒試過 在長洲出回來 搭美班船 原來是這麼晚的 拍到出來都已經凌晨 如果不是就要等早上才有船 是的 所以都挺特別 還有很浪漫 跟沈家琪拍愛情戲 一直都很期待拍一些愛情的戲 但自己都沒什麼機會 這次可以跟家琪一起拍是很開心 特別在船上 和我慶祝生日那一場 真的很浪漫 我就是去下百里 我想其實可能在座 有些人都會有去看日落的經驗 我們剛剛就是去看日落 但大家知道日落的時間是很短暫的 所以我們那一場戲最難度高 就是我們要在很短時間之內完成 所以之前我們都要很多時間去排練 要約出來排練 我覺得家琪是一個很好的對手 因為她很願意去聆聽對方 或者在做的時候她是很回應的 她很收到我的東西 然後大家一起去互相去 我叫困 但我真的覺得很好玩 很難得有一些 這麼願意跟你去試的一個演員 所以我很開心 而且我自己真的比較少參與電影 所以都很感謝導演這次 就是邀請我來玩一下 我這次的角色就是 住在這個沙頭角 然後 其實駕車進去的那一程 是 家琪載我進去 因為她說要送我回家 然後本來九個字的車程 駕駛了兩小時 那不關家琪自己 因為我們要拍攝 然後 然後 我是第一次見家琪說話這麼慢 首先 然後突然咄咄的 我真的這樣說話 對呀 我的角色是這樣的 所以 我覺得大家可以看到一個挺不同的家琪 而且我自己的角色也是一個 比較冷酷一點的角色 對我來說 也是一個挺不同的嘗試 對 對 那我的地方是 茶果靚 對 茶果靚 是嗎 在鯉魚門裡面 是嗎 是 是 因為本身比較少去找這些 山卡拉的地方 雖然 我們三個去的地方比較少 但是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體驗 還有 第一次 也是第一次做一個這麼 這麼聰明的女生 對 這麼吵架 不知道有沒有剪到那些線下去呢 我們都沒看 是啊 我們因為沒看過 還有我也不知道自己屬於哪個地方 我又不是在山卡拉那裡 那我就 因為很久沒跟阿嘉琪合作了 這麼久都 那 挺特別的感覺 因為 那我跟她認識了很久 又一起做過很久 那 然後這一次呢 我其實是有向她學習的 因為 剛才大家看過 其實對我來說 是一個挺新的挑戰 因為以前做的角色 都不是這個類型 那我就要取材於阿嘉琪 因為她平時份人 還有 那些角色多數都是這樣的 那我就跟她學習了很久 那 希望大家會喜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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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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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場戲 我都會用盡辦法 演好她 所以 我又不會說 因為這次是男主角 那我就花多點時間 那其實都 就是 你問我呢 其實跟之前以往接的角色 都是一樣的 我都是會用心去看劇本去做的 不過 壓力 就真的會大些 因為可能以前的戲 可能我只需要是拍一小部分 那 但是這次我是由頭跟到尾 那 所以可能壓力是會大些的 但是 我自己就很享受的 就是我真是多謝王源導演 他願意 竟然找一個不帥仔 不高大的 做男主角 不過他有說的 他說 放心吧 不是看你啊 看五個女仔 哦 那我明白 所以 是啊 我希望大家 就是會喜歡看我們這一班 我都不知道 可不可以定以為還是新演員 我們算是新的 但是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的演出 也都會繼續支持我們打猴的作品 Thank you 謝謝 謝謝 那都再一次多謝大家 都多謝大家的時間 那我們拍一張狹子 給老同觀眾 好大家可以多叫幾下 1 2 3 耶 好謝謝大家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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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